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锯等工具 后经检验后 在这些工具上发现人体组织 因此警方推估 惨遭杀害的蔡天凤 明显已遭凶手肢解碎尸 而警方也在现场逮捕两名分别 31岁及65岁的男子 与一名女子63岁 据了解 这几人分别是蔡天凤前夫的包兄与父母 而是由仲贤的蔡天凤前夫则不知去向 目前警方正在权力通缉中 警方表示 大部龙尾存民宅并非是蔡天凤前夫所拥有 是在数周之前才开始租赁的 而现场内部十分简陋 只有几张桌子 椅子 甚至连一张床都没有 但却有着切肉机 电锯等工具 而外墙窗户也早早被挂上帆布遮蔽 显然是嫌犯遭有预谋 并非是临时起义的冲动犯案 另外 报道指 蔡天凤的前公公为了他的财产而动了杀鸡 和两个儿子谋划杀人分尸计划 据悉 蔡天凤身家丰厚 除了是两间公司的董事外 另外还握有多处不动产 估计身家高达一亿港币 他于18岁嫁给矿性前夫安诺克斯 生下一对儿女 没多久就离婚 2016年底和谭仔米县家的太子爷再婚 爷生下两个小孩 虽然和前夫离婚 但他仍照顾前夫一家生计 买了一栋豪宅供前夫全家住 且该房产即在65岁的前公公名下 还雇佣前夫哥哥为私人私计 不过他于2022年底 打算卖掉前夫一家居住的豪宅 取回部分款项 并另外替前夫家找另外的住所 前公公对此感到不满 认为虽然房子是蔡天凤出钱 却是记在自己名下 双方因而发生正直 加上有消息指出 蔡天凤和现任老公其实还未登记 因此若他身亡 名下所有资产则将由他和前夫的一对儿女 全权继承 于是前公公蒙生杀鸡 2月初就先租了一处房子 在21日由前夫哥哥假借在小孩的理由 骗蔡天凤上车后迷晕 载带到租屋处进行杀人分尸烹煮 身体惨之则丢进锅里包成满满两大锅烫 前夫也有参与分尸 而前婆婆虽然未下手 但因为知情不报 仍被警方一并逮捕 蔡天凤的前公公过去曾是警察 十多年前就已离职 此外蔡天凤和天王郭富城太太方怨是好朋友 私交不错 她多次到郭富城家做客 还和方怨一同乘搭游艇出海和庆祝生日 蔡天凤案件发生后引起舆论哗然 一些正义网友还在网络上发布悬赏200万通缉令 并披露蔡天凤前夫的相关信息 据悉前夫疑似姓况 英文米尔克 从发出的照片看 该名男子年纪在40岁左右 五官看起来较为端正 更令人震惊的是 有媒体透露 这位矿性男子的父亲 十多年前曾是一名警察 据悉 蔡天凤的老家在海南 幼年跟随父母到香港 后来出道当平面模特 他父母一直经商 在内地有过一元资产 蔡天凤年少时与矿性男子相识 俩人结婚后 他经常补贴前夫一家 后来感情不合离婚 遇到现任丈夫后 依旧经常在财务上支持对方 甚至为了孩子 还将前夫一家 安置在加多丽山的 上亿豪宅中居住 不仅如此 蔡天凤在离婚后 依旧聘请前夫的哥哥 担任自己的私人司机 全方位照顾 近期他有意出售豪宅 并允诺会另外补贴欠款 安置他们 谁知前夫一家 却因此生出贪念 不愿对方把物业出售 身为警察的前夫父亲 便筹划了这起案件 据悉他早早租下 已经几个月没人住的村屋 并让担任司机的大儿子 把蔡天凤带到出租屋 实行谋杀计划 这起案件的发生 令人非常心痛 更令人难过的是 蔡天凤在遇害前五天 才从巴黎时装周回来 这几年 他频繁活跃于时尚圈 和上流社会 与天王扫方院等人是闺蜜 原本拥有美好的未来 如今却因为前夫一家的贪念 葬送了性命 令人唏嘘不已 香港虽然是弹丸之地 但是由于人口密集 东南亚已经立地新移民流动性大 加上房价高昂 生活指数居高不下 容易产生大量矛盾 贫富悬殊和生活空间拥挤 往往就是造成悲剧产生的原因 香港已经不是我小时候认识的香港 感觉香港很多人 都是还活在90年代 最辉煌的日子中不能自拔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我频道的朋友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